二块血迹 我原来打算在发表格兰奇庄园之后 就不再描写我的朋友 夏拉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光辉事迹了 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 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 也不是因为读者 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奇特个性和独特方法失去了兴趣 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 再继续发表自己的经历 其实记录他的事迹 对他的真迹工作是有好处的 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 到苏萨克斯丘林地带 去研究学问和养风 非常不愿意引人关注 并再三叮嘱我要尊重他的意愿 我对他说 我已经答应读者会在适当的时机 发表第二块血迹 而且指出这一长串的记录 应该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作为高潮 所以最后我得到了他的同意 使这件被谨慎处理的案子得以公诸于众 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 请公众谅解我 不得不有所保留的苦衷 某一年秋天 具体哪一年不能讲明 请读者原谅 一个星期二的上午 有两位欧洲著名的客人 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 一位是贝林格勋爵 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 他的鼻梁高高怂起 双目炯炯发光 相貌显得十分威严 另一位肤色有黑 面目清秀 举止文雅 虽然未到中年 可是看样子 阅历很广 他就是催了你 霍普阁下 欧洲事务大臣 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 他们并肩坐在堆满了文件的长沙发椅上 从他们忧虑而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 他们到这里来 一定有要事相求 首相那轻轻凸起的双手 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 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福尔摩斯 憔悴冷漠的脸上 显现出了无限的忧愁 那位欧洲事务大臣 也心神不安的 时而黏黏胡须 时而默默表恋坠 福尔摩斯先生 今天上午八点钟 我发现有重要文件遗失 急忙告诉了首相 遵从首相的意见 我们立刻来找你 您通知警察了吗 首相说起话来迅速又果断 众所周知 他总是这样讲话的 没有 我们不能这样做 通知警察就意味着 把文件的内容公之于众 这正是我们不希望的 先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 一旦公之于众 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 会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 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完全取决于此都不过分 追回文件一事 必须绝对保密 否则也就毫无必要 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 正是为了将文件的内容 公之于众 我明白了 前任尼厚普先生 请您准确的叙述一下 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的福尔摩斯先生 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我们六天前收到了一封信 是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 这封信事关重大 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 而是每天带到白亭住宅街的家中 锁在卧室的文件柜里 昨天晚上还在那 我非常确定这一点 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 打开箱子 文件还在里面 今天上午就不见了 文件箱一整夜都放在我卧室 梳妆台镜子的旁边 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 我们二人都敢肯定 夜里没有人进到屋子里 可是文件却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您睡觉前做了些什么 我妻子出去看戏了 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 直到十一点半 我们才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里 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除了我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 早晨可以进屋之外 其他任何时间都绝不允许 任何人走进屋内 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 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 而且他们两个人 谁也不可能知道 在我的文件箱里 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 在今天上午丢掉这封信之前 我没有对他说过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 先生 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 我深信 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 会重于家庭中的个人情感 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蒙您过奖 今天早晨之前 我的妻子没有提到过 关于这封信的一个字 那么他会猜出来吗 不 他不会 谁也不会猜出来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 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 昨天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 有这样一封信 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 特别在昨天的会议上 首相郑重地提醒了大家 天哪 过了几小时 我就自己把这封信给弄丢了 厚佛先生揪住自己的头发 神情极为傲丧 就连那英俊的面容也变得十分难看 我们看出 他是一个热忱的 感情容易冲动的 非常敏感的人 之后 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情 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除了内阁大臣之外 还有两名 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 福尔摩斯先生 我可以保证在英国再也没有别人知道此事 但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人之外 国外不会有人见过这封信 我深信 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 这件事不是按照通常的官方渠道般的 福尔摩斯思考了一会儿 先生 我不得不问一下 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丢失这封信 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两位政治家迅速地交换了一下颜色 首相紧皱着眉头说 信封又薄又长 颜色是淡蓝的 信封上面有红色火漆 漆上盖有敦服的狮子的印记 收信人的名字写得既大又醒目 福尔摩斯说 您说的这些情况都很重要 值得重视 但为了调查 我必须要追本溯源 信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我不能告诉你 而且我认为这也不必要 如果你能用你的能力 找到我所说的信封和信 你将会受到国家的奖赏 我们将会给你我们的权限 所能允许的最大报仇 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站了起来 他说 你们两位是英国最忙的人 不过我这个小小的侦探也很忙 有很多人来访 我非常遗憾 在这件事情上 我不能帮助你们 继续谈下去 是浪费时间 首相一下子站了起来 两只身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 这是一种让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 他说 对我这样说话 不过他突然压制住了自己的满腔怒火 又重新坐了下来 有一两分钟 我们都安静地坐着 没有人说话 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 说 福尔摩斯先生 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条件 你是对的 只有完全信任你 你才能采取行动 那位年轻的政治家 也说 我同意您的意见 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 华生医生的声誉 所以我要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你们 我也相信 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 因为这件事一旦披露出来 就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您可以完全信任我 一位外国君主 对于我国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愤慨 而写了这封信 信是匆忙写成的 并且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意见 调查说明 他的道臣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这封信写得很不成体统 其中有些词句还带有挑衅性质 公开这封信将会激怒英国人 引起轩然大波 我敢说 如果这封信被公开一星期之后 将会引起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 交给了首相 是他 正是他 这封信的丢失可能导致几亿英镑的损失 和几十万人的牺牲 您通知了写这封信的人没有 通知了 先生 刚才发了密码电报 或许写信的人希望公开这封信 不 我们有理由认为写信的人已经感到这样做太不慎重 而且过于急躁了 如果这封信公之于众 对他自己国家的打击 要比对英国的打击还要沉重 如果这样的话 公布这封信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呢 为什么有人要盗窃 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 这就牵扯到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了 如果你考虑一下 目前欧洲的政局 就不能看出公布这封信的动机 整个欧洲大陆 是个武装起来的营雷 有两大军事联盟 大不列颠保持中立 维持着他们之间的平衡 如果英国被迫和某个联盟交战 必然会使另一个联盟占据优势 不管他们参战与否 你明白了吗 您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是这位君主的敌人 想要得到并且公开这封信 以便使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 关系破裂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 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 拿着信的人 现在也许正在乘火车 急速前往目的地 赛尼霍普先生 低下了头 并且大声地呻吟了一下 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 安慰他 亲爱的朋友 你很不幸 谁也不能责怪你 你没有疏忽大意 福尔摩斯先生 事情你都了解了 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 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 就会引发战争是吗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 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 这是个很残酷的说法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 可以想象 在夜里十一点半之前 文件已经被拿走了 因为 福尔摩斯先生和他的妻子 从那时期都在屋内 那么信件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 很可能是七点半刚过一点的时候 因为偷信的人知道 信在文件箱里 一定想尽早拿到手 既然如此 那么现在信在哪呢 谁也没有理由扣押这封信 信很快就会转到需要这封信的人的手中 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 或是弄清信在哪呢 所以 信是无法弄到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 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 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理论上讲 我们假设信是女仆 或者是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仆人 而且经受过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 您的卧室是在二楼 而且没有门直接通向楼外 任何人从外面进来都会被人看见 所以信一定是你家里的人拿走的 那么这个小偷把信件交给了谁呢 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者秘密情报人员 这些人 我是熟悉的 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领头人 我首先要一个一个的调查 看看他们是否还在 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 尤其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见了 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 知道文件到哪里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 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 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呢 我想不会的 这些情报人员是独立进行工作的 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常常很紧张 首相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福尔莫斯先生 我相信你说的有道理 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 你所采取的行动是可行的 Hope我们不要因为这种不幸而忽略了其他事物 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 我们将会告诉你 并且请你告诉我们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跟我们告别之后沉重的离开了 客人走了以后 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 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 我打开晨报 全神贯注地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案 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 并把烟斗放在了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情况十分严重 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 现在我们需要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 可能信还在他的手中 没有转移出去 对于这些人来说无非是个钱的问题 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持 不怕花钱 只要他肯卖 我就要买 就算多收些所得税 也在所不惜 可以想象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 看着这一方能付多少钱 再试试另一方 只有三个人感冒这样大的危险 奥巴斯坦 瓦罗塞和 埃曲阿多·卢卡斯 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瞟了一眼 手中的城堡 你是说高德尔分界的 埃曲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 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他住在贝克街221号公寓里 他擅长剑术、拳术和小皮琴 他的名声享誉世界 他比创造他的科南道尔更加著名 大侦探 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第二块血迹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 我的朋友常常令我吃惊 而这次我看到自己让他吃了一惊 心中不免十分高兴 他惊讶地凝视着报纸 然后把报纸从我手中夺了过去 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 我正在读的那一段 威斯敏斯特谋杀案 昨晚在高道尔分街16号 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 这条街位于泰晤士河 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 国会大厦楼顶的倒影 几乎可以遮住他 幽静的街道两旁 都是18世纪的旧式住宅 16号是一栋小巧精致的楼房 伦敦社交界著名的 埃奇阿德·卢卡斯先生 在这里已经居住多年 他平易近人 曾享有英国最佳业余 南高阴演员的声誉 卢卡斯先生现年34岁 未婚 家中有一名女管家 伯林格尔太太 和一名男仆尼尔顿 女管家住在阁楼上 很早便就寝了 男仆但晚不在家 外出探望 住在汉莫尔斯尼的一位朋友 晚十点之后 家中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个人 此时发生了什么事 上代调查 到了11点3刻 警官巴瑞特巡逻 经过高达尔坟街 看到16号的大门半开着 他敲了敲门 却没有人应答 他看到前面的屋子里有灯光 便走进过道 继续敲门 依然没有动静 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 这件屋里乱得不成样子 家具几乎全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 一把椅子倒在正中央 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椅子旁 一只手仍然抓着椅子腿 一定是刀子扎进他的心脏后 他立即身亡 杀人的刀子是一把弯曲的印度匕首 是原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的东方武器 谋杀的动机不像是抢劫 因为屋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 HR德鲁卡斯先生很有名 同时也很受大家喜爱 所以他悲惨而神秘的死亡 一定会引起众多朋友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问 华生 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过是个偶然的巧合 巧合 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那三个人中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 而就在这场戏上演的时刻 他惨死了 从情况来看 大半不会是巧合 当然还不能非常确定 亲爱的华生 这两件事是相互关联的 一定是相互关联的 而我们正是要找出 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